就是在 我当然希望 大家都可以唱得很好 可是事实不如你所想象 那你会不会不希望跟唱得比较不好的歌手同台 唱得不好的歌手 就是不要跟他参加同一个演唱会 不会啦 不会 那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慈悲的心 就是在你前面唱的那个人真的唱得很烂 然后你就跟我跟自己讲说 我等下上去不要唱太好 省得让那个人太难看了吗 不会啦 你还是会全 我还是照 我其实不会去管 就是他们唱的 别的人 对对对 你去KTV吗 以前 我出道后大概两三年就没得去 所以以前跟你一起去KTV的人如果唱得很可怕 你是会切歌吗 不会 忍受吗 忍受啊 对啊 唱完还会鼓掌吗 当然要 蛤 然后也会讲也会讲客套话吗 不会 所以鼓掌已经是极限了是不是 对啊 就是一个 一段表演的结束 那你如果现在在后台遇到其他女明星你会说漂亮话吗 说你怎么越来越漂亮 很怪吧 可是女明星听了会很高兴耶 是吗 是 是吗 可是我不认识她我这样讲你乖吗 比如说现在我们好久不见了你再看到我 不太会 我觉得好乖 对 当然你在我心目中是美女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不会这样讲 所以我跟林熙磊在你心中谁比较漂亮 都美 真的 都是很很有味道的女人 很有味道 她人在现场 谁 她 在现场 不是这 我就已经坐在这 林熙磊又不在 你夸奖一下我会死啊 好啊 所以我比林熙磊漂亮吧 对对对 这种 这种乞讨来的赞美你也要 我也不高兴啊 像不像 帅来的宝贝 哇 生花一哥做炒面 才招到康永试坡 像你今天其实工作也很忙 然后康熙把你抓过来说 你其实可以跟经纪人发笔记吗 就摔杯子说 搞屁啊还要去康熙什么说的 不会啊 我自己会消化 一说自己是不是 对你今天是真心想买吗 对啊 十周年啊 对 你这个场电话倒是会讲的 因为我们节目可能在第十一年就停了 周周期待中国好声音的播出 如果你担心 请记住